我们之前说过啊 对民军头领而言呢 崇祯九年是个流年 卢相生来了 打得乱七八糟 好不容易跑进山区 卢相生掉走了 来了个孙传廷 还把我刚想给干掉了 按说坏事都倒头了 可是事实告诉我们 所谓流年 就是一流到底 绝不半流而非 一个比孙传廷更可怕的对手 即将出现在他们面前 与之前的红城仇 曹文照 卢相生不同 他并非一个 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 阿几格率领大军 打进来的时候 崇祯非常紧张 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 而是张凤义 张凤义呢 时任兵部赏书 他之所以紧张 是因为按惯例 如果京城被袭 皇帝会不高兴 皇帝不高兴 就得拿人撒气 具体的说 就是他这个兵部赏书 但是张部长啊 还算实相的 眼看着局面 没法收拾 打了个报告 说清军入侵 我的责任啊 我想代罪力 跟我到前方去打仗 希望批准 崇祯说 好 同意了 但是张上是到了前线之后 似乎也没去拼命 每天就干一件事 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啊 比较特别的毒药 就是吃了呢 不会马上死 必须坚持吃 每天吃饭前饭后的吃 其实不舍得吃 才能吃死 如果自杀 按当时状况 算是畏罪 死了没准 抚恤金都没有 但是要上阵杀敌 似乎又没那个胆 索性干脆慢性自杀 就当我在前线 自然死亡了 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 你说 这是不是个老狐狸吗 这兄弟不但死的慢 算了也准 清军九月初退兵 他九月初就死 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就拉倒了嘛 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啊 必须得有人继续干活啊 在榜样的前面呢 岗位风险太高了 说了半天没人愿意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 曾经三次上书 请求让自己替父受罚 那是他决心的处罚杨赫的时候 他还清楚的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叫杨四昌 杨四昌自文弱 胡广武陵人 万历三十八年近世 崇祯见到杨四昌的时候很忧虑 局势实在是太差 民军闹得太凶 清军打溜太狠 两头夹攻 东一浪头西棒水 实在难以对付 这么下去 王国是迟早的事 怎么办 杨四昌就说了一句 就这一句就够了 说大明弱王 必亡于流贼 如果你仔细想想 你会发现这句话 实在是准的离谱啊 按照杨四昌的说法 清军或许很强 但短时间内不是威胁 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 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的说就是 先解决内部矛盾 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 杨四昌还提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 是八个字 叫四正六语 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这个湖广 河南 陕西 凤阳 六余呢是指 山东 山西 应天 江西 四川 盐水 简单的说 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 是一部看起来 并不怎么优秀的电影 十面埋伏 它这个大字意思是什么 就是全国范围之内设置十个战区 四个主要 六个次要 只要发现明军出现 各地联合围剿 简而言之 就是划定管辖范围 在谁的地方出事 让谁去管 出事的主管 没出事的邪管 听完杨四昌这个计划 冲着一拍大腿 我用你用的太晚了 就是你了 对于这句话 朝廷的许多大臣认为 彻彻底底的胡扯 你甭管是杨四昌 还是他那个什么 实面埋伏 空口白说 毫无价值啊 在他们看来 杨四昌同志将是第三个 被干掉的兵部少数 可是他们错了 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 还有一个人 能够拯救大明的危局的话 那么这个人 只能是杨四昌 两年之后 只剩18个人的李自成 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 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 都从这一刻开始 魏忠贤 清军入侵 民变四起 朝廷斗争 紧张痛苦 毫无生气 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 经过长达八年 暗无天日的努力 他即将迎来 大明的曙光 放他去 这就是崇祯的想法 那按照杨四昌的计划 要实现十面张网 现在的人是不够的 必须再增兵12万 要增兵 就得要钱 按照杨四昌这个算法呢 必须增加响银 280万两以上 这个计划呢 是极为冒险的 因为这笔钱 杨四昌是不出的 崇祯也是不出的 唯一的来源 只能是干什么 找老百姓要 具体来说呢 就是加租子 比逢说原先你一年呢 交一百多斤粮食 全家还能风一足十 张建忠李子成 打过来的时候 你可能出门看个热闹 然后回家吃个饭 然后官府告诉你 加租了啊 每年交两百斤 结果你全家只能吃糠了 再打过来的时候 你就会出门 帮李子成叫声好 让他们往死来打 帮你出口气 再后来官府告诉你 再加租子 每年交四百斤 结果全家连糠皮 都没法吃了 不用人家打上门的 你打好包袱 你就去找闯王同志去了 为了搞定西北民间 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 如果再加 那后果没法想了 所以很多大臣 是坚决反对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 因为他相信 杨慈昌的计划 能够万就为局 最后杨慈昌说 说要实现这个计划 我必须用一个人 崇祯说行 你想用谁 杨慈昌推举了这个人 叫熊文灿 熊文灿是贵中永宁为人 万历三十五年的进士 历任礼不主事 不正是梁广总督 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 接到了调令 他即将前往中原 接替无能的前任总督汪家珍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 是广东广西两个省 而他现在的辖区 包括河南山西陕西 胡广四川五省 照说他应该很高兴 高兴得一头撞死 梁广总督 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 盗贼也多 但好歹图个平安 也没人过来闹了 现在这五个省 动则就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 而且都是巨扣猛扣 没准哪天让这些扣给抓走了 这样就太刺激了 那但是既然来了 再跟皇帝说啥 我当时我喝多了 我说了两句冒顶的话 估计那也不行 想来想去熊文灿得了 硬着头皮章也得上啊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 比较怕事 比较没有打过仗 但他能够升到梁广总督 竟然是靠一项军功 这一项军功的具体内容 是搞定了一个 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郑之龙 郑之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 有个著名的儿子叫郑成功 熊总督招降郑之龙之后啊 又用郑之龙干掉了其他海盗 成功搞定了福建沿海 最终搞定了自己获得提升 但是熊总督常年以来的表现 有目共睹啊 骗得了上级 你可骗不了群众啊 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 许多人都认定了 熊总督啊 是壮观一去不复返了 崇祯十年十月 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 迎接他的是下属左梁郁 刚开始的时候啊 左梁郁对这熊总督 还是比较客气的 因为不知道对方底细嘛 过了几天呢 发现这个熊总督啊 前熊继穷 除了天天开个会 啥本人都没有 索性的就消失了 没办法 像熊总督这种熊人 左总兵是看不上的 熊总督也着急了 他本来就不想来 来了嘛 这手底下降了又不听使唤 自己手下的兵力 加起来不到一万人 又要完成业绩 怎么办 无奈之下 使出老招数 招服 当时在他的辖区里啊 最大的两股民军 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 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 刘国能有五万人 熊继穷决定 我要招服这两个人 虽然在朝内混的还行 但论江湖经验 跟张献忠刘国能比 熊总督啊 很杀很天真 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 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 你更何况了 他这个兵啊 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 要想招强 人家这玩意太难了 但熊总督啊 最头疼的问题 还不是上面这些 他首先要解决的是 另一个问题 发通知 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 从事特殊行业 平时也没住在村里 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 要找到这俩人 似乎有点难 情绪之下呢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 在村头相围四处贴告示 以告知 我们朝廷案有招安的诚意 对此啊 左梁欲嗤之以鼻 连杨四昌听说之后 也只能苦笑 总之在当时 熊总督在大伙眼里啊 大约就是个笑话 笑完了就滚蛋 就拉倒得了 总之呢 就这么回事 可是就这个笑话 却以一种无人 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 继续了下去 过了不久 熊总督得到消息 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 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 他表示 自己虽然兵强马壮 但是很想投降 很想为国效力 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 所以呢 我要准备几天 这是鬼话 类似这种话 张献忠说的次数 估计他自己都数不过来了 这也是张头领啊 看熊总督是生人 专程忽悠他一把 这样换了红成绸 卢相生的一杆手忍 拿着就给剁了 但张献忠派人上门 除了逗人玩啊 还有客观原因 自打重真九年 围剿风暴以来 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 刚影响垮台了 众多头领的环境都不好了 随时可能破产裁员 包括李子诚在内 刚影响那么一死 孙传廷就放出话来了 自要搞定李子诚 他就退休回家 李子诚在陕北 对付红成绸 已经很吃力了 又来这么一冤家 两下一夹工连迟败账 没办法 陕西没法呆了 掉头进了四川 偏偏年纪是太差 又赶上杨四昌 开始搞石面埋伏工程 只能呢 劫场往前跑 前有追兵 后有堵截 实在没办法 只能呢 是以言而盗零之事 窝在原地动弹不得 环境如此 张献忠混得也不好 留个后路也是必要的 所以找到了熊总统 当然了 投降是不会的 先谈条件 过几年实在不行了 完再投降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过几天 他就会乖乖的投降 因为几天之后 一个消息传来 刘国能投降了 刘国能外号叫闯他天 在当时的诸位头领当中 他大概能排着前五名 是相当棘手的人物 他得知熊总督呢 这个招降的消息之后啊 也找上门来了 表示啊 我也冰抢马装 我也很想投降 完了 我也程序麻烦 我也准备几天 其实刘国能同这个台词 跟张献忠的没什么区别 不同之处在于啊 他准备了几天 就真的投降了 重任十年十一月 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 想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 服从改编 刘国能这个情况啊 跟张献忠不一样 他原本是读过书的 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 但是后来呢 也不知道一时冲动啊 还是怎么怎么茬 反正就是造了反了 好在你运气不错 这么多年没被干掉 还混得就风生水起的 但是造反这活啊 混得不错是不够的 毕竟工作不太稳定 危险性大 刘国能呢 又是一个比较孝顺的人 希望在家里边 孝顺父母 所以呢 趁此机会准备啊 投降换个工作得了 刘国能这么一投降 你这就把张献忠就给吓懵了 这玩意儿投降 还有抢生意的 眼看着问题就严重了 他立刻派出使者 找熊财 我近期就投 就想就想啊 但是熊总督这回也硬气了 也没有盛情挽留 反正表啥 关于这个问题嘛 就是还得研究研究啊 我再确定是否接受 原本投降是功不应求 现在成了功大于求 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 你这玩意儿就麻烦了 但是张献忠 不愧是在朝廷里混过的 非常吉利 立刻转变思路决定 送礼 而且张献忠明智的意识到 熊总督这个道行 很深 但是送钱呢 估计没戏 因为梁广总督呢 算是个肥柴 所以他专程啊 找了几件古董玉器 反正这玩意儿都抢来的啊 不是自己的随便送 派人给送过去了 就求一件事 哎 能不能让我投降 捞钱之余 还有政绩 这么好的事 熊总督能不干吗 马上他就接受了投降 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 张献忠投降的时候 手下七八万人 而他的驻地在古城 消息传来 重真极为高兴 认定了这个凶总督 旷世的奇才 大家的赞赏 杨四张也很高兴 高兴之余提出一个想法来 客观的说啊 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 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认为 如果照这个办法办了 天下可能就消停了 是吧 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呢 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 办一件事 打李自成 但是崇真同志呢 实在是很讲道理 他表示啊 人家刚来投降 让人家干这种事情 这不是有点过分吗 所以哎呀把摇这样了 就这么算了吧 哎 结果这个事还真就这么算了 对崇真的信任呢 古城的张献忠先生 如果毫无感动 那也是很正常的 作为一个投降专业户呢 他所要考虑的 就是我现在投降了 我什么时候再造反呀 以及造反之后 我什么时候再投降呀 实际情况呢 似乎也是如此 崇真十一年十月 张献忠同志呢 已经难能可贵的 投降了十个月 很明显 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 以往的投降记录了 开始私下联动 开始呢 蠢蠢欲动了 而以熊总督的觉悟呢 估计只有张先生的 砍刀砍到他脑袋上的时候 才能反应过来 可是呢 就在以往场景 即将重播之际 一个消息 彻底的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 三个月前 陕西的李自成待不下去 跑到了四川 刚到四川的时候 李自成过得还可以 后来红城仇 调集重兵围剿 他就往山区退 双方呢僵持不下 李自成瞅了个空啊 又跑回山 陕西了 而以往呢 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 红城仇啊 都是李送出京 送出去就完了 确保他不回来就得 并不多送 但是这次李自成 发现这红城仇 开始讲礼貌了 李自成 从四川出来的时候 屁活后边 跟着一群送行的人 比如说 关宁军的主要将领 祖大碧 还有这个左光仙 以及那曹文照的侄子 这个曹变焦等等 而且这帮子人呢 特别有诚意 一直跟在后边 而且玩命的打 比如说曹变焦 带着三千骑兵 跟了二十多天 衣裳都没换 连续击败李自成 直接把人念出山西了 红城仇之所以这么卖力啊 是因为挨了骂的 按照房区划定呢 陕西归孙传亭馆 四川归红城仇馆 照孙传亭的想法 李自成进了四川 就别再让他再出去了 可是红城仇 不是怎么回事 竟然又让李自成给跑了 那孙传亭当然不干了 那肯定是你红城仇玩花样啊 让我来背黑锅 那我不行 我气得不行 怎么办 告你一撞 结果这一撞告上去了 告的还相当的很 崇祯一看这一撞 告完了之后十分的愤怒 马上就批了个处分 那意思呢 就是你啊 想干就好好干 不想干 我就把你干停 搞得红城仇 连觉都没法睡 连夜开会 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 对方突然下猛招了 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啊 连陕西都没待住 只能往外跑了 一路呢 就往西北跑 跑了几天 几夜到了甘肃 终于没人追了 但是过了几天 李自成才明白 不追 那是有理由的 有道理的 在明代 这个西北地区啊 是比较荒凉的 陕西嘛 情况还凑合 你再往外跑 那基本上可就没人了 所以压根啊 就没必要追 让他自己饿死就得 红城仇这个想法 大致是如此 事情也正如他所料 李自成啊 说实在 混得这时候太惨了 没人没粮 一个多月 损失竟然过半 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然而出乎 红城仇意料的是 没过几天 李自成竟然穿越 严密封锁 又回来了 从他眼皮的底下 溜回来的 据说这次事情 吓得红的人 几天没睡着觉啊 毕竟刚刚做过检查嘛 还出这么大的事 那几天随即 就赶紧写信 哎呀给崇真 我请罪 那崇真呢 这个领导水平呢 太高了 是吧 一句话都没说 那你既然知道错了 好 戴罪立功吧 红的人感动的 眼泪汪汪的 哎 用行动 来报答领导的信任 马上找到孙传廷 咱哥俩通力合作 把这李自成给蹬死得了 孙传廷也很够意思 啥也不说了 立即调兵 发动了总攻 一个月的时间里 跟李自成打了四仗 四仗之后 李自成手底就剩一千人了 就剩一千人的李自成 跺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 原本几万精锐手下 被打的就剩一零头了 甚至连的最可靠的 这个亲信齐总管 也带着人当了叛徒 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 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如果是张献忠啊 到这时候 估计早投降洗了水了 但是李自成还是不投降 他依然的很坚定 但是呢 咱们话说回来 你再坚定 问题总得要得到解决嘛 李自成也明白 老跟山里边窝着呀 那是不行的 必须得走出去 经过分析 他正确的认识到 这个四川肯定是不能去了 陕西也不能去了 要想有所成就 唯一的目的地 哪啊 河南 河南有人口 有灾谎 加上还有几个 从前的老战友 所以这是李自成 最好的 也是唯一的选择 而从汉中到河南 必须经过南远 南远呢 位于铜关附近 是此去的必经之路 为了交通安全 李自成在出发之前 进行了长期侦查 摸清了地形 为了麻痹敌人 他在山区蹲了一月多月 直到所有官军撤走 这才正式上路 一路上这个李自成啊 相当的机灵 数次避过了官军 但终究 有惊无险的到了南远 南远已经是他最后的一站了 只要说通过这儿 他的命运就将彻底的改变 一二月之前 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 躲进山里的时候 孙传廷认为 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 必须立刻进山围剿 至少也得围困他 然而洪城仇反对 他认为既不需要围剿 也不用围困 孙传廷很愤怒 他判定李自成 必然会再次出山 而他的进攻方向 一定是河南 这一次洪城仇没有反对 他说确实如此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 是通关的南远 无论他从何处出发 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李自成 全军进入南远之后 他才发现 自己掉到陷阱里去了 据史料记载 为了伏击李自成 孙传廷集结了 三万以上的兵力 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 山沟的树林子 只要是能塞人的地方 塞得满满蹬蹬的 就这么大的架势 你别说突围了 就算是挤 估计都挤不过去 所以呢 从战斗一开始 没悬念 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 挨了孟贵以后 李自成开始突围 往附近的山里跑 然而跑进去才发现 明军比他们进来的还早 于是又往外跑 跑了一天 没能跑出去 李自成步余下一千多人 也是他的精锐部队 九年来南征北战 无论是四川陕西 钻山沟子绕树林子 都坚定不移的跟着他走 到了南远 可就再也走不动了 虽然经过拼死的厮杀 终究是没能突围出去 从白天打到晚上 一千个人 最后就剩下十八个 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 他趁着夜色 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保卫圈 他的手下全军覆没 老婆孩子全部被俘 在一片黑暗之中 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 在内力 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 至此 西北的民变 基本上算是平息了 几位著名的头领 基本都被摁平了 要么灭了 要么降了 没灭没降的似乎也很悲哀 毕竟啊 连被灭的这种价值都没有 那是很郁闷的 张显忠这边呢 老实了 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 工作不好找 如果再去造反 吃饭都成问题 所以他收回了自己 在就业的计划 开始踏踏实实 当个地主 就是古城嘛 基本都归他管嘛 消停了 民变基本平息 朝廷基本安定 要走的走了 要杀的杀了 要招安的也招安了 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 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 对目前的情况 崇真是很高兴的 他忙活了十年 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他曾经对大臣说 说再用十年 必将设计兴盛 天下太平 可是十年 一年都没有啊 看到光明的崇真 并不知道 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 而是回光返照 其实问题很简单 几乎就在李子成 全军覆没的同时 一件事情的发生 再次改变了 大明帝国的命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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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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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